蓝湛坐着等魏英换好衣服出来,魏英出来时,蓝湛愣了一下。 这,也太像了,见眉星目,长身玉立,如果他不知道小蝴蝶是女儿身,一定会被骗了过去。 阿英,蓝湛回了回神,我们走吧。 好,魏英其实不想去,太子妖的是带他去听戏,他对戏文不感兴趣, 但女孩子似乎都挺喜欢听戏的,阿姐就很喜欢,她怕拒绝了,太子会怀疑。 到了戏园,两人坐上雅坐,台上唱的是红娘,魏英无聊地坐着,耐下性子来听戏。 蓝湛微微地用手指扣着桌面,小九知道这是太子殿下心不在焉的表现。 蓝湛其实也对戏文不感兴趣,不过女子大都喜欢听戏, 她觉得小蝴蝶应该也会喜欢。 魏英听着台上唱戏,咿咿呀呀的仿似催眠曲,魏英提了提神,抬了抬沉重的眼皮。 而一边的蓝湛,虽然眼睛看着台上,神思却早已跑到其他的地方。 戏园就那么大,蓝湛便描上了戏园的装潢。 俗话说,长久地盯着一样东西总能挑出点毛病来。 这不,太子殿下觉得戏园的装潢有点过于豪华了。 蓝湛招招手,吩咐了小九几句。 小九走后,蓝湛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茶,最近官员腐败严重。 这戏园老板听说是礼部尚书的亲戚,是该好好查一查。 戏园老板正在算账,突然眼皮跳得厉害,老板放下了账本。 诶,这好好的,怎么眼皮直跳? 台上的张生和崔英英正你浓我浓,魏英却只看得清两个模糊的人影。 蓝湛觉得尖头一沉,旁边的人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。 殿下!蓝湛示意小九净声,轻柔地抱起魏英上了马车。 马车一动,魏英醒了,发现自己窝在太子怀里,脸一下子就红了。 殿下,不好意思,我睡着了。 魏英有些尴尬,今天这个戏,他,他有一点点无聊。 我也觉得挺乏味。 蓝湛想起刚刚魏英像只小猫咪似的在自己怀里蹭了蹭。 不禁弯起了嘴角。 原来,殿下也不喜欢看戏,魏英输了一口气,咱们这就回去了吗? 嗯,殿下。 魏英聊起马车窗,这会儿夜市开放,街道上正是热闹的时候。 殿下,时辰上早,我们去夜市逛逛吧。 魏英好不容易穿回南庄,出了门,不玩一次,实在是太憋屈了。 好,蓝湛看着魏英眼里跃跃欲试的小火苗,也有了兴致。 到了街道上的,魏英走路都是用跳的,一路兴趣盎然,像只欢托的小山雀。 蓝湛在后面跟着,心情也不自觉地雀跃起来。 前头挤了好多人,魏英和蓝湛走近一看,是有个老板别触心裁地设置了投壶游戏。 许诺投壶胜者可得一大奖。 奖品摆放在一个小匣子里,老板当着众人的面打开,是一枚白玉兔玉佩。 蓝湛眼光不经意地扫过那枚玉佩,神色有些黯然,但很快就一开了视线。 殿下,想要那枚玉佩,魏英捕捉到了蓝湛的视线。 不想,蓝湛转身就要走。 殿下,魏英拉住了蓝湛,殿下你分明就想要,眼神可骗不了人,魏英冲蓝湛笑了笑,看我的。 魏英挤上前报名,但不巧的是刚刚来了一位公子,此人双屎入双湖,以拔得头筹。 正当老板要将奖品给那位公子时,魏英一把拦住,老板,慢着,我要和这位公子比试。 兄台,你要与我比试。 青山公子对自己的投湖技术很有自信,好,你要怎么比试。 这位公子,魏英见对方客气,也礼貌地行了一礼,胸台方才双屎入双湖,若我能三屎,同时入三湖,玉佩可否割爱于我。 三屎入三湖? 青山公子似在思索。 在家蒙眼如何? 魏英见对方有些犹豫,加大了难度。 蒙眼? 好,青山公子还未见过有人能蒙眼三屎入三湖的,也想见识一番。 阿英,我并不想要。 蓝湛拉住魏英,他不忍小蝴蝶为了给自己一块玉佩,抛头露面地与人硬杠。 放心,魏英把蓝湛的手轻轻拿下,他赢不了我。 魏英看了看投湖的位置,闭上双眼,蒙上了黑布条。 魏英俐落地抓起三只屎,手腕轻飞,三只屎在空中漂亮地倒卷了半圈,分别稳稳地落入了三只湖中。 众人一片叫好声,青山公子也心悦成福,将玉佩给了魏英。 殿下。 魏英笑得眉眼弯弯,把玉佩塞到蓝湛手里。 蓝湛握着玉佩,细细地看着,看了很久,随后将玉佩收入了腰带之中。 回去的路上,路过一家酒寺,魏英今天玩得很开心,一时兴致上来,拉着蓝湛往里走。 爱英,那是酒寺。 知道,殿下我请你喝酒。 魏英笑了笑,我现在是男的。 欢迎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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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�